台中縣凌晨發生一起酒駕追撞的意外 遭到追撞的車輛是錯把油門當成了煞車 太粗心了 把六台機車通通是撞成了一團 我們馬上聯繫給記者陳立如來告訴我們 好 是的主播觀眾朋友 你可以看到這輛車整個車頭都被撞毀了 撞凹了 還有呢 這個連路旁的這個機車也全部都被撞爛了 這是發生在凌晨左右 有一名男子因為喝了酒還開車 結果呢 他追撞前方的一輛轎車 那麼前方這輛轎車的這個駕駛呢 因為一時緊張被撞了 而且還錯把油門當成了煞車 結果呢 在猛踩油門的情況之下呢 還追撞了一旁路邊的六台機車 造成整起連環撞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看現場整個被撞的這個車主 是怎麼說的 市委員會來追撞的 我才會走前期了 我來台肯定是要走的樣子而已 要走 那剛才有事 痠的樣子 不再走那兩步沒有 你那邊走啊 你那邊撞的怎麼會這樣而已 那你是先給你撞的嗎 不要不要追撞的啦 因為當時還有很多民眾在外面吃宵夜喔 所以呢 許多目擊民眾看到整個連環撞的意外 可以說是嚇壞了喔 那麼被追撞的車主說呢 壯人的這個疑似酒家的男子呢 在整個車禍追撞之後疑似還想逃跑 結果呢 一時緊張又撞到了路邊的另外一台車 才停下來喔 還好呢 被波及的六台機車 當時車主都沒有在這個附近喔 而六台機車只是停在路邊 也因此呢 整個連環撞的意外是沒有人員受傷的 這是我們在現場為你掌握的信心 把鏡頭交還給朋友